大家好,我现在迎川 我的左手边那边是迎川的体育馆 上个视频参观了赫兰山体育场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迎川的体育馆 迎川体育馆 这边有几个金字招牌 要过来看一下 迎川体育馆 这是薄绣钢打造的字 走,我们往里面走一走看一看 今天反正也是上午抓紧时间出来玩 不然的话等一下到中午 太阳暴晒就吃不消啊 它那个楼梯有铁栏杆围着 那看来上不去 到处都是铁栏杆 没办法 这个不光是迎川这里有 全国各地你不管到哪 它那个铁栏杆 像这个还好 还不到一米高呢 那个高的铁栏杆都是一米五了 所以说有的城市 那个铁栏杆真的一米五以上 高的不得了 那边远处好像有个电视塔 看着挺高的呢 我以为这里是个池塘 结果它是草坪 那边远处是个万达广场 好久没有逛过了 有时间再说吧 对面就是我之前拍的那个 河南山体育场 那个造型比较好 比较完美 这个迎川的体育馆 看起来有点 年代久远了 这前面要是一个荷花池塘的话 那该多完美啊 但是没有 确实没有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草地啊 好多旗杆呢 远处有河南山 这边啊 哦 这个虽然有铁栏杆 但是能走上去啊 走吧 那我们上去登高望远 上来了 果然是站得高 看得远 这个前面如果是一个 大的荷花池塘 那该多完美啊 能看得好远啊 天气也不错 再回头看一下 这个方向的 河南山体育场 这个造型设计 确实是比较完美的 往这边走啊 我们围着这上面 转一圈 走到 河南山路 然后就差不多结束了 这边好是好 就是太阳光 正好正对着我 有点晒 我就住在前面 那两栋 长得一模一样的 那个楼 右边那栋楼 离我这里 那好几公里远呢 那可远了 往这边走吧 等一下 走到主干道上 反正今天 我也不去远的地方了 银川这边 还有好几个好的景点 但是都太远了 25到45公里 太远了 所以不去了 它关键是 那个公交车的话 它要坐什么 游二游三 要么就是坐 定制的公交 那个公交车 动不动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才有一班车 所以说太遥远了 公交车超过一个小时 超过半个小时的公交车 我就不想坐了 那个所以说太远了 不去了 等公交车时间太长了 关键 看一下这个角度的画面 蓝天 有一点点白云 再看一下这个超大型的建筑 这个画面感好完美呀 走到这边来了 这边也有一个楼梯 可以走下去 然后那边 这就是主干道了 就是我说的主干道 门口也有公交站台 还有远处的河南山 这个山近在眼前 但是想要到跟前去的话 那可不容易 看着在眼前 就现在到那个山顶上 至少得有二三十公里 特别的遥远 这边也有一个大的楼梯 哦 这个楼梯没有铁栏杆 特别好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